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间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迎接牛年 金融市中心区将有惊天动地的转变 市长林友昌宣布国门广场工程将在农历年后三月正式动工 第一期工程包括了圆环及天桥拆除 希望用最快的时间在两周内拆除 踏出城市改造最重要的一步 现在接下来天桥拆掉了 真的啊 对天桥三月一号 市长要努力啊 金融市长林友昌开心的向民众宣布天桥即将拆除 为了配合国门广场工程农历年后开工 金融旧火车站前的圆环机这一座一姓天桥都将在三月进行拆除 其中天桥部分为了避免影响交通 勾出方面规划利用两个周末假期深夜逐段拆除 预计三月中旬完工 三月一号到三月四号之间我们会做围离的布设 油盘的拆除跟我们一些相关的前置作业 那在第二个比较改变比较大的是我天桥的拆除作业 天桥拆除作业 那总共是由五个古垮天桥 我们会分两个假日进行改善 我们非常慎重不要去影响到市民平常上下班 或者是交通使用上的一个习惯 以及它使用的一个便利性 所以我们特别选择在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来施工 那把交通的一个影响跟冲击降到最低 对于新州几十年的天桥要拆 民众虽然觉得不舍 却也能认同这是翻转金融城市景观的必要做法 天桥都会帮你们买面啊 会啊小时候就在啊 对啊小时候就在啊 菜单会不会觉得舍不得 会啦会有一些啦 就是但是老建设慢慢的还是会淘汰 所以也没办法 三月要拆除是有点舍不得 但是因为我们国门广场的计划 对我们仁爱区域未来的发展非常的重要 所以再怎么舍不得它还是一个记忆啦 我们希望未来外地的观光客 一下火车以后从南站出来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然后串联我们整个市中心 除了圆环及天桥江拆 中一路城隍庙附近也将进行人形环境改善工程 因此三世六字头基隆市公车及国王客运 将在二月起配合调整行驶路线 并在基隆火车站南站广场增设新的后车长廊 提供民众更好的转程服务 就是现在直接走中一路 然后之后就左转 不用再有这个这些的交叉点 然后改善我们这边道路的那个车流的环境 然后之后就走中二路 然后之后再走下二路 火车站出来之后在很短的距离里面 就可以直接到公车站 就不用像以前还跑 跑那么远 还要经过天桥以后就不用 火车站出来就直接到公车站 那现在因为这个现在是条三四六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条完之后呢 中一路的城隍庙前 也要进行整个人行道的一个整建 所以每一栋加一栋都是搭配好 牛昌强调成绩转运站将在八九月完工 加上国门广场第一阶段完成 在市府团队细腻执行下 整个基隆市中心区将会有天翻地覆的大转变 那这个地方是基隆市的市中心的心脏区 所以每一栋每一栋我们都规划得非常的细腻 希望在最小的一个冲击之下 来进行整个市中心区城市环境的一个感召 那这个整个完了之后呢 在八九月份成绩转运站完工之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十月份的城市博览会 我想我们到时候金融市可以把一个全新的城市样貌 能够呈现在所有国人的面前 另外针对有部分县市首长采取禁逃措施 金融市长牛昌则认为 疫情当前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 应该不分彼此团结在一起对抗疫情 相信一定可以挺过疫情威胁 对于疫情的一个战斗 我们是这个全岛一命 我们大家是生命共同体 不应该去分所谓的彼此 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 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挺过疫情 所以这个桃园加油 台湾加油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快过年了 许多民众半年或少不了要买白昌鱼 因为去年的白昌还有剩 再加上今年新进口的鱼货 导致白昌的价格比去年便宜 像是一条白昌六七百公克的 就只要一千元 省了不少荷包 海产批发商 一包又一包的冷冻海鲜忙着补货 一旁民众准备挑选年货 不只小卷码头鱼 民众来海产店 全都是为了白昌而来 好几尾的白昌真空冷冻 因为去年白昌还有剩 加上今年又有进口新的鱼货 导致白昌的产量过剩 民众过年想加菜 以往一条六七百公克的白昌 将近要一千元 今年价格只要六百元 最好的白昌 白昌今年的价钱也是储品 储品 像这 他现在这 今年的破格 差不多比去年的报价少掉 有十分之一 所以说今年的 过年要买条白昌的话 应该价钱不会比去年贵 也没有说很多 是码头啦 小卷 我卖那小卷卖很久了 它小卷真的很新鲜 还有那个套条 中间也很套条 很清的 很丁的 而在金融趣会 也推出了年节礼盒 像是大名虾干贝 也很受到欢迎 出国的人数减少了 所以行温度很高 相当高 我们现在订货量就蛮高 就将近破千盒 现在已经大概破千盒 快过年了 民众赶紧来采买 今年莱猪开放进口 民众不想吃到美国莱猪 不妨来金融吃海鲜 买海鲜做年菜 也是不错选择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道 基隆最早戏院之一 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华戏院 在荒废多年后 去年底被建商以 一亿四千一百万元购入 一月二十一号 故宫拆除 准备改建住宅大楼 看到小时候 常去的电影院被拆 当地的军民感触颇深 怪手忙着将拆除的砖墙 沃尔长海移除 这里是基隆市最早的戏院之一 大华戏院 日据时代就有这栋建筑 最早是露天戏台 专演歌仔戏 后来改建为 专造房屋放映电影 对当时缺乏 大型娱乐场所的基隆来说 是重要地标 在五六零年代 曾经风光一时 大华戏院是我们 文安里大家 共同的记忆 他听老一辈的在讲 都是日记时代就有的 用竹子边 大概的一个 野台系的戏台 那到了第一届 我们文安里第一届 里长他参与建造的工作 那到了 光户以后 才正式用装盖的 变成一个电影院 是早期我们 最早的电影院之一 那当时我们小时候 这边是 大家共同的记忆 就是看电影 不要钱的 都从后门进去 对于小时候 经常溜进去 看电影的戏院被拆 当地居民觉得很不舍 忙着用手机拍照留念 也有居民认为 这栋旧建筑 已经荒废许久 拆了以后改建大楼 对地方未来发展是好事 那时候比较好奇 都会跑到这边看 看了以后就慢慢的 对这些戏院产生的感想 就比较有感触 后来大大的慢慢的 没落了 戏院就没有了 所以有时候又 金融市的戏院都没有了 所以想到这大瓦戏院 感触很多 尤其都是住在附近的 所以小时候都在那边 逛来逛去 有时候在那个戏院买票的地方 在那边绕来绕去 有时候都装了小孩子 比较矮小的 不用票的 不用钱的 直接钻进去 又被老板再 都又拉出来 觉得以前的事情很好玩 那时候我们家里都轻轻轻轻轻轻的 做一次来来这里看嘛 对不对 他跳票一会这样 就对 那时候我们都差不多 再来看一百两百 一百 对 差不多一百 那现在跳票你会觉得很高兴吗 对 没感觉 他这已经一段时间都已经没做了 没用力了 那以前刚刚开始那时候就哭了 这一刻没什么感觉 这么久了 这一刻跳一跳起来 用东西 整顿起来 对地方是不错的 由于大华戏院位于南龙路与金鱼路口 离著名的金龙庙口夜市很近 据了解 建商共花了一亿四千一百万元 购买这块两百四十多瓶的土地 计划要该住宅大楼 未来建安每瓶可望开家三字头以上 记者张启腾金龙报道 基隆中山区协和街上 有一处经常被没攻得心的民众乱倒垃圾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就特地邀请 当地的里长及相关单位人员一起会看 建议可以设置成风景打卡点来改善 不过却因为区公所由疑虑而破局 湛南的海水加上蔚蓝的天空 山海美景连成一线 这里是中山区的协和街 虽然风景如此秀丽 不过这处地点虽然有环保局设置的监视器 却还是经常被没有攻得心的民众乱倒垃圾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邀请当地协和里长张忠信 中山区公所客长 国有财产署以及环保局等相关单位人员一起会看 张炳君和里长张忠信建议 可以由区公所发文向国产署借用这块地 展出遮住视线的部分竹子和树枝 就可以设置成风景打卡点来改善 相信只要人潮多一点 环境干净就能有效遏止乱倒垃圾的情况发生 不过却因为区公所有所疑虑而破局 甚至我们在1月6号的时候新闻上也有播出 因为民众乱丢垃圾 其实这边有取地有超过上百件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会确实的请环保局 确实的开发跟机场 防止民众再度乱丢垃圾 但是我们今天办开会刊 最主要就是希望说 把这个地方重新活化 赋予它新的生命 比如说这边做相框 或者是其他的装置艺术 来作为一个新的打卡景点 甚至把后面的树木把它清除掉 我们未来可以在这个景点 看看我们万木山的海景 新吹吹海风喝喝咖啡 其实我觉得这对我们中山区 我们整个基隆观光的发展 都是相当的好 当然因为今天在各单位协调下 没有初步还没有达成出共识 但未来的话 我还是会持续跟各单位沟通 甚至我可能在议会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提出来 跟我们市长或者是我们处长来去讨论 因为我相信只要为了基隆 为了我们中山区的发展 为了我们基隆观光的发展 我相信各单位一定都会乐观其成 那我们也会一起来努力 让这个地方变得更美 虽然会刊过程中 市议员张炳君也亲自打电话 跟区长沟通协调 不过区公所还是不愿意发文 向国产署借用这块地的使用权 让张炳君颇为失望 将再继续沟通 也不排除在农历年后 市议会开议时 直询就叫市长明佑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快过年了 基隆六堵慈奉公 不受疫情的影响 连续举办第40年的东令救济爱心活动 同时举办颁发2021品学兼优奖学金 鼓励弱势的孩子们要认真读书 努力求学 翻转自己的未来 包括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等地方人士 一起出钱出力做善事 陪同慈奉公公主和主委 以及志工们发送总共近300户 每户500元的红包 以及白米毛毯和日常生活用品等 民生物资给弱势民众帮助他们 这也是位在基隆市七堵区六堵慈奉公 受到奉祀主神玉皇三公主娘娘慈悲感召 连续第40年举办的东令救济爱心活动 这种圣灵盛容漂亮 我们这所有的东西你看今天怎么摆在毕业 咱有高级老板 永庭、利益 还有欲伴金 真的很不简单 这都是带时代国合的国家 十方大德的天线 我们是祝努你要相信 让这个男公主 与主委举你的团队 向他敲打招好 告证一下 由於天氣濕冷 慈鳳宮也在現場提供熱面熱食 給弱勢民眾享用 另外更派專車接送弱勢民眾 前來領取東令救濟愛心活動的 慰問金和物品 讓受到幫助的民眾倍感溫馨 照顧很照顧收入的人 非常保持愛心 此外今年也同時辦理第一次的 清寒及品學兼優獎學金頒發活動 鼓勵孩子們認真讀書 努力求學 翻轉自己的未來 都告訴我的孩子說 今天做治癒人太多 那將來你有能力了 你就要回饋 回饋這個社會 當你今天做人依水之恩 將來長大了 你有能力要永全抱 總共有40位七堵個國小學生 獲贈每人1000元的獎學金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其實我們蠻高興可以來這次有這個機會來基隆拍片 一直以來都覺得說基隆其實海港 跟那種很舊的城區 覺得很有意思 那我這次比較特別是因為我想拍基隆的雨 基隆的雨其實是很漂亮 所以我們這次是以基隆的雨來做一個媒介 再加上我們的基隆中山路橋要拆了 那中山路橋對我們學電影的來講 在千禧漫播電影裡面那一幕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所以就用這個中山路橋跟雨來做結合 帶出整個基隆的一個美麗的一個場景 我們是用這個概念來做創作的 覺得很高興 可以終於有機會可以拍到基隆 在那邊有機會 在那邊有機會 走人是從來 對的 這次是 我們會有機會 幫我 我們會有機會 我們會有機會 我們會很感受 我們會有機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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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老板尽管很不舍 但身体还是要顾 老顾客依依不舍 昔日美味的甘甜汤头 只能永远留在 金融人的记忆中 记者 黄绍民 金融报道 农历年快到了 根据历年快到了 根据历年的资料分析 而时段部分则在下午2点到晚上8点之间最为涌色 那我们大概有整理过就是 大概前四年我们分周来进行车流的分析 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从前四周到前一周 我们车速都是从106年到109年 车速都是有逐周逐渐下降的情形 那流量都是有逐周增加 尤其在春节前一周是流量最多 然后车速是最低的 依据分时就是从早上7点 统计到晚上8点这个情形 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 大概在14点到18点的时候 我们车速下降最多 最多大概有下降到4.9% 交通局表示若春节前两周无降雨 易涌色的预警路段 包含中山南路市民大道等共有49处 若降雨则增加为69处 另外各大卖场果菜市场年货商圈 附近车流量较大 也请民众多加留意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预警的路段 其实就考量疫情的因素 因为其实疫情之前疫情会 就是有导致说国人就是大概都留在台湾 所以整体的交通量大概是有增加 那车速就是也有大概受到一些影响 那所以我们在预警的时候 其实都有考量疫情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对那现在其实我们也持续在观察 现在疫情现在就是每天变化 其实蛮快的嘛 那其实如果说疫情有比较扩大的话 其实那经济活动可能就会减少啦 那我们现在其实都是料敌重演 就是我们是以就是那个车流 可能会影响最大状况去来去加强疏导跟监控 因应春节前车流状况 交工处以加强车流监控 并实施耗置实质因应措施 交通局也呼吁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或避开拥塞路段 以免形成受阻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